第一領域 你不是滑在一起嗎? 不是啊,只是... 他們在一領域 十二領域 他被控 那不是飲料嗎? 有嗎?我要喝 我們現在講一個 現在對電聲池 池聲電有什麼問題? 電跟池 電的交通都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們現在談明星的概念 因為媽媽生小孩 小孩是胖胖的概念 看生雞雞 看生雞雞 是先有雞還是先有雞? 現在呢? 在那邊有個線圈 先有雞? 還是先有電呢? 那邊有另外一個線圈 為什麼? 你要看是被發現 還是公司產生什麼? 公司產生什麼? 公司產生什麼? 他一定會有差的 這個線圈,這個比較硬 這個比較短 原來是鋁 這也是鋁 這也是鋁 這是一個線圈 這是另外一個線圈 這是另外一個線圈 這樣放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是比這個大 還要斷哪一條? 我只是撕一下 有一個線圈 我這邊衝一個電流 一通電 這一方什麼事情? 加一方 你就吸回來 那你就跟他對抗 所以他怎麼樣? 會產生一個反方向的電流 非常好 多加一點對不對? 對,加一點點 好爽喔 就是 我以前那個電流 那那個是食堂的時候呢 我這邊馬上產生這樣的電流 我去跟他對抗 這叫做用池 用電流 一個電流 假設你兩邊同時通電 通 都是向上電 通 通 都是 都是這個方向的電流 那就攜帶起來 事實上 他的也不會攜帶一個 因為他本身不受力 這個 這個 這個線圈跟線圈之間 也會受力 他會稍微靠近一點 會讓 這樣就會 所以 現在因為 市場會的 會是那個大市場 但是我們不要這個 現在也沒有 我們現在只在 OK 現在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想一下 所以我這邊通電流進去呢? 真的要行嗎? 流出來電流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電流通進去 可是我通進去那一瞬間 這電流會持續通電? 會喔 會喔 為什麼不會? 一下子而已 為什麼就一下子? 因為他會習慣 那個電流 他習慣那個電流通 懂的意思嗎? 我這電流通進去的 那一瞬間從 無到有 對他來講 是好像多一個磁場 是的 可是這電流還持續存在的時候呢 這邊為什麼沒有電流 因為這個磁場持續存在 他磁場沒有產生變化 這個磁場沒有產生變化 對他來講 他需要產生一個電流去 對抗那個磁場 有聽懂嗎? 我這個線圈 我放個磁點進去的瞬間 他就產生一個感應電流 去對抗這個磁場 可是我把這個磁場 放到裡面停住了 他還需要停那個感應電流 為什麼? 因為他不動了 因為他不動了 他不用去對抗這個力 不用對抗這個磁場變化 對抗這邊有感應電流 同樣道理 這邊的磁場 有通電的瞬間 通電的瞬間 他產生一個磁場 這個磁場 對他的產生是感應電流出去了 可是這個電流如果沒有變化的時候 這個電流就不見了 就消失了 所以他產生在那一上下 只有當我這個電流 這是時間 這是電流 我的電流通過去的瞬間 這邊的電流會在哪裡 不知道 這邊的電流是什麼 電流只有這樣子來咬 對不對 懂得意思嗎 我這代行程電流太剎那 他指導行程 指導行程 他這電流持續供應 持續供應電流的時候呢 他就沒有電流了 那時候怎麼辦 讓他一直有電流 要消失 我看他關掉也是 我如果消失了 他又持續彈他一個電流 那我又繼續彈 給他一個電流 我看他關掉也好 其實不是喔 因為我們家的交流電流 就是一下給這邊的電流 一下給這邊的電流 一下給這邊的電流 所以我們電流這樣給的 剛剛其實趙聰明講的很好 很棒 很好電 但如果我給他電流呢 我如果給他電流呢 我如果要排滑 讓他電流就這樣排 對啊 我家的電流 交流電流不是交流電嗎 剛剛他講說 我們在發電 這個發電所發出來的電流就是怎麼樣 就本來是往這邊推 往這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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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懂嗎 這兩條導線出來 本來就是一下這邊正 一下這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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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流方向也是一下子這樣流 一下子這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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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電流這樣流 對不對 也就是一下子往上流 一下子往下流 一下子往上流 一下子往下流 一下子往下流 他本來就是交流的 所以當我這邊給的電流 往這邊進去 往這邊出來的時候 我才那些塞電流 給到滿之後呢 我就馬上逆電流了 我就馬上逆電流了 你如果測到你給到滿 他不用測到 他在旋轉不是嗎 他旋轉到變化量最大的時候 就是最大的電流 就像你看到手 我到最高點的時候是怎麼樣 會改向下落下 懂我意思嗎 我到最低點的時候就開始向上 我到最高點的時候就開始向下 我到最低點開始向上 一樣高一點 就是這旋轉 循環音式 會到最高點再到最低點 再到最高點再到最低點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的電流變化也是一樣 從最高點到最低點要上去 到最低點要上去 到最高點要上來 下來上去去 所以電流就會 一下這樣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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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我給這樣旋轉的電流的時候 我是這樣磁場方向 這樣磁場方向 他改電流就變這樣子 他可能改電流 當我這個電場消失 這個磁場消失 我會產生一個逆電流 所以他就一直跟他 成一個對應的方式 好 那這個東西可以幹嘛 我們在生活上可以幹嘛 可以幹嘛 不知道 傳輸電力 沒有做到傳輸電力 但是為什麼要當傳輸電力呢 變壓 動 可以換寶先 我這邊沒有 因為真的 那個什麼 那個電壓器 嗯 這個 紅色裡面是線圈 這個呢 叫馬口鐵 它是一種可以導磁場的 金屬 它可以把磁場 全部 這個線圈所形成的磁場 全部被 這個金屬裡面來移動 所以他可以完整的把所有的線圈 移動在這裡 這旁邊基本上 測不到線 測不到電流 蛤 所以當我們在線圈通電的時候 我們說 假設這個線圈通電 它的磁場怎麼流 它磁場是不是這樣流 這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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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流 可是當我把它套到一個馬口鐵的時候 它磁場怎麼流 會不會流出來 它完整在裡面 所有的磁場在裡面 很完整的磁場都在裡面 這樣好多是我把所有的磁場都保留下來 好了 所以呢 假設 我用一個 這要馬口鐵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線圈 我這邊有另外一個線圈 那這樣畫法是跟我剛剛上下的畫法是很像的東西 我當然缺點是 我這個磁場 會有些跑掉的嗎 對不對 欸 欸 同學你們在幹嘛 現在是怎樣 我在聽 你不用聽 口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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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基本上 很對呀 我覺得過點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你如果覺得這樣 你又沒有收穫 如果你是導動生 不太會管你 但是 對 但如果你是活動生 我覺得這是必修課 你這樣仔細聽 好 好 你如果 座位沒有腳騎 或是說你今天上課的狀況怎麼樣 或者是你 來 我們的 平糧沒有很OK的話 你就重球 好 就重球 所以很簡單 好 那你上課跟他睡覺 你要起平糧一下 你自己該不該睡覺 然後 好 我們這樣子走的話 這個磁場會跑掉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的話 我假設紅色線圈 通電的時候 瞬間 我產生磁場 它全部在裡面 這磁場全部會進到 白色的線圈裡面 嗯 它全部會讓它產生一個感應 它很感應的逆磁場 對 所以它產生一個逆磁場 所以它產生一個逆電流 所以我的電流通過 它就完全說 這樣做到底有什麼好處 想一下喔 嗯 嗯 嗯 磁場的強度 磁場跟電流強度成正 對不對 對 同不同意 我磁場越強 我的電流就越強 我磁場越弱 電流就越弱 可是磁場還跟一個東西成正比喔 跟什麼成正比 磁場也跟 我線圈的磁數成正比 磁數就是一圈兩圈 也就是當我這邊的電流是I 我可以產生一個I的電流的時候 我給它到三圈 我可以產生多少磁場 就變三倍喔 就變三倍的磁場 我到十圈就十倍的磁場 我到一百倍的磁場 那懂意思嗎 電流沒有改變喔 電流都是I的時候 我產生一個磁場 可是我電流是 可是我到三圈 我變三一的磁場 懂不懂意思嗎 變三倍的磁場 懂不懂意思 好了 同樣道理 假設我進來 我那邊是I的電流 我產生那個磁場 一 我的磁場通過它 它就會形成一個I的電流 是不是 是不是 吸引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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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一遍 因為你剛剛閉眼睛 我再講一遍 對 對 嚇過了 只要支付一點的 來使用那個磁場 對 你因為閉眼睛要求 我再講一遍的話 就給我一點 下一次 有 這一次就算到半點 對 我這樣超過 假設我現在 I的電流通過 我產生一個I的磁場 我在一二磁場 進入一個線圈 我同樣就可以導出 你的愛的電流 這樣對不對 對 好 一定要合理對不對 嗯 可是如果我線圈磁場 我就是兩倍的磁場 我跟同倍的磁場 導出兩倍對不對 兩倍電流 對不對 就同一兩倍電流 對不對 同一兩倍電流 同一 是的 那我今天通過 通過了 如果我這邊這邊 更多的線圈 我就產生更大的電壓 電流 現在電流跟電壓幾乎 對 對 我同樣電主來講話 我的電壓 所以我就可以伸壓了 如果我要把一個電流 伸壓出去 我是不是 只要這邊弄很多線圈 這邊用撒寶線圈 我這邊通個小電壓進去 我這邊就形成一個大電壓不足 我就生壓了 那就是變壓器的概念 那懂得懂嗎 我就可以變壓 就可以把 像我上次上課有沒有講 電功率的時候說 為什麼外面的電壓很大 現在這樣已經是110 你怎麼變了 你怎麼把100 把1萬伏特的電壓 變成110伏特的電壓 不用線圈嗎 你透過線圈去轉變 它就可以變流 你的電壓就會轉變 就是變壓器的概念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確定沒有問題 我們先上課到這邊 我電子部分講完的 下次再給我們講 講第九歌曲 所以現在剩下的時間 請寫作業 有問題嗎 OK 寫作業